大家好,2022年即将结束 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些长期的趋势给大家参考 首先就是人口老化 长期来看将会抑制物价的上场 相信大家对过去一年的通货膨胀都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如果我们排除了疫情、恶物冲突以及供应链 这些短期因素的话 长期来看 人口老化会降低民间消费的需求 进一步对长期的物价产生抑制的作用 所以说不要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特别是在资产配置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只考虑到通货膨胀 而忽略了通货紧缩的风险 像是债券就是避免通货紧缩风险 一个很好的投资工具 讲到物价以及供应链 另外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全球化已死 这个说法特别是从前几年的中美贸易战 到今年的恶物冲突之后格外的盛行 有些人认为通货膨胀会因为全球化的结束而恶化 我们认为虽然全球化已经过了高峰 但是说全球化已死其实言之过早 我们的确看到许多欧美国家的公司 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将工厂搬离中国 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会选择其他成本相对较低 而且与欧美地区关系比较良好的国家来设厂 只有少数与国家安全相关 比如说像是半导体或者是关键医疗设备的产业 才会真正的回到欧美国家 最后虽然许多人对科技持着悲观的态度 但是我们认为长期来看 科技业虽然今年表现不佳 但是许多基本面良好 而且是有稳定现金流量的公司 依然值得长期持有 不要单纯因为道琼工业指数 今年表现比纳斯达克好 就认为成长股都不值得投资 在一年之前呢 许多金融机构平均的预测 是认为今年的标普500会收于4950点 与今天的实际收盘价相比呢 大概相差了近1000点 所以与其依赖这些短期的预测 不如把握长期的趋势 寻找适合长期持有的标的 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节目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 都能达成自己的投资目标 我们明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